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 可以说是演艺圈里 公认的一位老戏鼓 他从意七十多年了 光是扮演爸爸这样的角色 就有好几百个 那在生活里 他又怎样做父亲的呢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 香港影视演员 秦沛先生 秦沛本名江昌年 三岁便出演电影 从意七十余年 至今演出过三百多部电影 四千多个小时的电视剧 他曾获得金马奖 两度捧回金像奖 并于2018年 获得华顶奖终身成就奖 其弟弟江大卫 是香港第一位亚太影帝 秦沛的另一位弟弟 是著名导演尔东升 身份留情的 丢包 欢迎秦沛先生 秦沛先生 帅不帅啊 帅啊 打开您记忆的时光瓶 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是什么 应该是我妈妈说的 要感恩 我妈妈 她的名字叫红威 香黄琪 她是一个很乐观 很开朗的一个人 我父亲呢 也是演员 她的艺名呢 是炎化 在我六岁的时候 她是肝癌 去世了 留下了我奶奶 我们四兄弟 还有个妹妹 第二年 我二舅 也走了 又是一家六口 那么就靠我妈妈一个人 养活这个十二口的人 对于妈妈来说 这一生 其实遇到的事挺多的 对吧 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来面对生活的 不开心的事情了 我父亲去世那年 他最不开心 我父亲去世 前的三天 我二哥先走的 他去的去 看我那个二哥 直到我二哥走了 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 擦干了 再去我爸爸的病房 我爸爸问他 老二怎么样了 那他也还好 他也就瞒着他 因为还有这么多人 需要他养活 他还保持着笑容 保持着很乐观的态度 去迎接其他工作 养活我们 家里并不富裕吧 你们平常吃什么呀 我母亲呢 是老北京 我生在北京 你好 我是秦沛 像我们这个年纪小的时候 我二十多岁呢 那北京的炸酱面 是不是经常上桌的 一个饭食呢 有啊 我不但会吃 我还会做啊 您会做呀 当然了 做得特好 而且我那个儿子女儿 特别喜欢 连我弟弟他们都喜欢吃 那您最早什么时候 走入这个影视圈 我三岁 就开始演戏了 三岁 哪个是您呢 最高的那也是我 小狮子旁边 中间那是江大为 最小那个呢 是我妹妹 就帮我妈妈 照顾了弟弟啊 妹妹他们 早饭啊 洗衣服啊 衬衣服啊 都是我做 我好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